我們在做Roblox遊戲的時候 會在非常多地方取得Player的Object 但你真的知道什麼是Player嗎? Player是Player嗎? 你的角色模型是Player嗎? 你是Player嗎? 這裡還有第四個Player嗎? 今天這部影片我將要帶你了解Player這個Object的詳細說明 看完影片之後我相信你就能在遊戲中做出非常多有趣的功能喔! 哈囉大家好我是克拉克 想要做Roblox遊戲卻苦於英文能力和無法理解程式語言嗎? 在這個頻道裡我將每個禮拜上傳一到兩支Roblox Studio的中文教學影片 不管是程式理論、遊戲與功能施作 在這裡你都能得到解答 現在立刻幫這部影片按讚並且訂閱我的頻道開啟小鈴鐺 你就再也不會錯過影片的更新喔! 快點分享這個頻道給你同樣熱愛Roblox的朋友知道吧! 我們在上一集講解Remoto Events還有Remoto Functions的影片中有講到 我們可以利用Player這個Object來做很多的神奇操作 但我相信還是有很多人不太了解Player究竟是什麼 Player這個單字很簡單就是玩家嘛! 但玩家又是在指什麼呢? 是在指我遊戲中的角色模型嗎? 還是說是在指現實世界中正在玩遊戲的我本人呢? 這個問題的答案也很簡單 我們曾經在這集影片中告訴你 Roblox是依靠主從事架構 也就是伺服器端和客戶端來實現多人遊戲的功能 Player這個Object其實呢就是客戶端 因為我們的遊戲中可能有很多的玩家 這也就代表著我們會有很多的客戶端 Roblox的伺服器端呢就是依靠了Player這個Object 來判斷哪個玩家是哪一個客戶端 在我們伺服器端中有一個Service叫做Players 也就是我們在Explorer視窗裡看到的這個Players 每當有人點擊進入遊戲的按鈕 Roblox會根據在網站中登入的帳號 來生成一個Player的Object 放到這個Players的Service裡面 而這個Object就代表了客戶端 現在我們點擊Player進入測試 你就能在Players底下看到一個 根據了你Roblox帳號所生成的一個Object 這個Object其實就是Player啦 這裡有一點很多人會搞混 Players和Players之間就差了一個S 但還請你一定要分清楚這兩者之間的差別 Players它是一個Service 它負責提供和儲存跟玩家的Player這個Object相關的功能 我們待會也會詳細介紹Players這個Service 不過讓我們先著重在Player這個Object上面 Player這個Object能給我們提供很多有用的東西 在Property屬性中有Account Edge帳號年齡 Character 玩家的角色 Display Name 玩家顯示的名稱 Membership Type 玩家Roblox的會員資格 Team 和Team Color 玩家所屬的隊伍和顏色 還有User ID 玩家獨一無二的ID 在Function 含式中有Gave and Online 取得目前在線的朋友名單 Gave Join Data 取得玩家是怎麼進入這個伺服器的 Gave Network Pin 取得玩家和伺服器之間的PIN值 Gave Rank in Group 取得玩家在群組中的Rank Gave Rule in Group 取得玩家在群組中的Rule Is Friends with 檢查玩家跟某個人是不是朋友 Is In Group 檢查玩家有沒有在某個群組中 Kick 將玩家從式器中剔除 在Event 事件中有 Character Edit 偵測玩家角色的加入 Character Removing 偵測玩家角色的移除 Chatted 偵測玩家在聊天室中打了什麼 Unteleport 偵測玩家傳送的狀態 我這邊只有提到一些你很有可能會想要使用的東西 不過Player當然不止這些 我非常推薦你來讀一下Player的API頁面 不過我認為在這些東西裡面有一個你絕對會經常使用的東西 就是這一個屬性Character 我相信有些觀眾會把玩家當成你畫面上正在操縱的這個角色 但是Player和Character是完全不同的東西 Character指的是你在這個遊戲伺服器裡面 正在操縱的這個名稱是你帳號的角色模型 它是一個底下擁有Humanoid類人生物的object 在做Roblox遊戲的時候 我們光是靠這個Character的model 還有Humanoid類人生物這兩個object 就可以讓我們在寫腳本的時候使用非常多的功能 解決非常多的問題 像是你想要做一個傳送玩家到某個指定座標的功能 那你就要改變這個Character底下的Humanoid root part 的C frame或者是Position的屬性 來完成這個功能 或是你想要藉由腳本改變玩家身上的衣服或褲子的裝扮 你同樣可以改變這個Character的model底下的Short或Pants 裡面的Template屬性來完成這個功能 還有當我們的這一個角色模型你想要讓它播放某個動畫的時候 就一定要用到Humanoid 或是你想要扣除玩家的血量 那你也可以使用Humanoid底下的一個Take Damage的方式 來達成這一點 上述例子講了那麼多 相信你已經知道這個Character的model還有Humanoid可以實現你很多的功能 但在這裡最重要的一點就是 我們只要在腳本中取得了Player 也就代表著我們可以取得Character 取得Character就又代表著我們可以取得Humanoid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針對這個Player的玩家 做非常非常多的功能做非常非常多的事情 那麼我們該從哪裡取得Player呢 我們在上一部影片中有提到一個重點 當你在客戶端的local script 使用file server或invoke server的時候 在伺服器端的script的接收 也就是onserver event或onserver invoke 都一定會知道這個訊息是來自哪一個客戶端 所以收到的第一個參數一定是一個Player的object 結合我們剛剛提到的傳送玩家的例子 我現在呢寫一個mouse button彎道的事件 在裡面觸發Fire server 接著我們在onserver event這裡取得一個Player的參數 當然還有我們從Fire server傳過來的值 這裡的Player的參數呢其實就是一個Player的object 別忘了這個參數是可以隨便改的 所以你不一定要叫它Player 當然我不建議你改啦 我有時候看見有人把Player再次剪寫為PLR就會很火 所以我們大家還是就叫它Player就好了 取得Player之後我們就要來進行一系列的傳送判定 首先呢我們先寫一個 以判斷式檢查玩家從客戶端這裡 file server傳過來的值呢 是不是合理的 因為重要的事情要在重要的地方做 也就是在我們的伺服器端去檢查這些事情 當我們確定這個值是合理的時候 我們接著就來取得玩家的character 我們從Player的object底下取得character的 就是玩家模型 接著我們要來檢查玩家模型到底有沒有存在 因為我們的玩家模型可能在進入遊戲的時候 還沒有載入或者是已經死亡 在這兩種情況下 玩家應該是不可以被傳送的 所以我們這邊呢就要檢查這個character是否存在 確定它存在之後呢 我們再從這個character底下取得humanoid root part 也就是我們玩家的模型的中心 取得humanoid root part之後 我們將humanoid root part底下的position的屬性 變更為walker space 也就是我們遊戲場景中 我剛剛在這邊建立的一個red zone 底下的position屬性 我們接著按下Play進行測試 接著我按下這個按鈕 你就會看到我的角色被傳進去紅色的區域中 當然也不是只有remoto events和remoto functions 能夠取得Player的object 在roblus中有非常多的service 尤其是那種會牽扯到伺服器端和客戶端的 在某些函式和事件觸發的時候 都有可能使用或取得Player的object 例如我曾經在這部實作影片裡使用到的 Prosmator Promptor Service 每當這裡的某些事件成功觸發 他們都會取得一個Player的object 所以當你在看API的時候 有看到某個函式或事件 在觸發的時候會得到或需要一個Player的object 通常都代表著這些函式和事件都跟伺服器端和客戶端資料的傳遞有關 在這邊我就要來介紹一個我們前面就有提到 並且你能在這裡取得非常多Player的service Players 首先我想要提到的是Players的Properties屬性 這裡有一個很特別的屬性叫做LocalPlayer LocalPlayer這個屬性名稱前面有一個Local 有讓你想到什麼嗎 那LocalPlayer這個屬性只能在LocalScript 也就是客戶端的腳本類型裡面使用 我們在LocalScript裡面 GateService取得Players這個service 之後當你在LocalScript的腳本裡 需要知道這個腳本的客戶端是誰 需要使用到Player這個object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定義一個Player的變數 取得Players底下的LocalPlayer這個屬性來做使用 Players還有蠻多有趣的屬性 例如MassPlayers 遊戲伺服器的最大玩家數 Referred Players 遊戲伺服器的保留玩家數 這個屬性蠻特別的 會有這個屬性的原因是因為 當有玩家按下進入遊戲的按鈕 Rubus會比較想要把你排進去 由你好友存在的伺服器裡面 所以它會每個伺服器都空幾個位置 不會硬要把伺服器塞滿 不過這兩個屬性都是Read Only 唯讀 也就是只能讀取不能修改 如果你想要修改這兩個屬性 你可以在你的遊戲已經發布之後 在上面的Game Settings 底下的Place 點擊對應的場景 右邊的點點點按Edit 就能夠調整最大的玩家數 還有伺服器分配玩家的規則 第一個是Rubus的預設 也就是我剛剛講到的 它會空幾個位置給你的好友 第二個就是它會盡量把每個伺服器都塞到最滿 第三個就是會保留幾個位置給玩家的好友們 這裡還有一個你可能會用到的屬性 Respond Time 玩家重生時間 如果你嫌玩家死掉的時間太長 那你可以在腳本裡 或者是在Explorer視窗裡面 點擊Players 在Property屬性底下 可以看到有一個Respond Time的屬性 你可以在這邊進行修改 接著要介紹的是Players的函式 我們剛剛前面有講到 這個Players的Service底下 會儲存所有玩家的Player的Object 這裡就有一個非常好用的函式 GatePlayers 它會Return返回給我們一個 包含所有玩家Player的Object的一個Table 這個Table是Array 也是數字所贏 所以如果你想要幫玩家分隊伍之類的 我們就可以使用這個函式 來取得所有的玩家之後 使用警號來取得這個數字上 總共有幾個玩家 接著我們就可以來計算每一個隊伍 可能要分幾個人 如果你還想要傳送每個玩家的話 我們還可以寫一個4回圈 來片力這個PlayerList 把每一個玩家的Player的Object 給一一取出來 之後的程式 就和我們前面有示範的傳送 差不多了 Players還有很多有趣的函式 例如GateUserThumbnail Assign 它可以幫你取得對應玩家的角色大頭照 這個函式總共需要三個參數 第一個是UserID UserID是每個玩家都會擁有的一個獨一無二的編號 當你打開Roblox網站自己的個人檔案 你在上面的網址看到的這一串數字呢 就是你的UserID 它是獨一無二的 不會跟其他人有所重複 所以這個UserID也被我們用在一些 要保持某個資料獨一無二的狀態下 例如我們之後影片要介紹的 保存玩家資料的DataStoreService 就會使用到這個UserID 第二個參數呢是Thumbnail Type 也就是大頭照的類型 它一共有這三種類型 我會將這部分的API頁面 也放到底下資訊欄和置頂留言中 第三個參數呢就是這個大頭照的大小啦 可以使用的大小也同樣寫在這個API頁面的上方 那我們先在Start GUI裡面新增一個Screen GUI Screen GUI底下新增一個Local Script 還有Image Label 那我們現在在Local Script裡面 GateService取得Players這個Service 因為我要用到UserID的關係 我們剛剛前面有稍微講到 UserID是一個Player這個Object 底下的Property屬性 那我們就要在這個Local Script裡面 取得一個Player的Object才行 那接下來也很簡單 我們前面已經講過了 我們可以在Local Script裡面 使用Players這個Service裡面 有一個很特殊的屬性 LocalPlayer 來取得Player的Object 取得Player的Object之後呢 就可以取得UserID 接下來就要定義剛剛講到的 大頭罩的類型還有大小 這兩個呢你可以自行決定 接著我們就改變這個 Image Label的Image屬性 變成Players的這個 GateUserThumbnail Assign的函式 我們要在這個函式裡面呢 填入這三個我們剛剛已經定義好的變數 分別呢就是UserID ThumbType還有ThumbSign 我們按下Play 接著你就能夠看到 畫面上的這個Image Label 變成了玩家的大頭罩囉 不過我們有時候也會有 這樣子的情況發生 例如你正在使用 帕的Touch的這個Event 想要偵測玩家 有沒有碰到這一個帕 但我們實際上 最多只能取得 玩家的Character 也就是玩家的模型 那能不能藉由 玩家的Character 也就是玩家模型 來取得Player的Object呢 答案也是肯定的 Players底下有一個函式 GatePlayer from Character 你只要在城市的某一個地方呢 有辦法取得 這個玩家操控的玩家模型 你就能藉由這個函式 來取得 對應的Player的Object 我們來測試看看 現在我將我的角色移動到這個帕 你可以看到 右下角的Output的視窗呢 顯示了我碰到了這個帕 Players裡面還有一個非常類似的函式 GetPlayer by UserId 這個函式也如同字面意義上寫的 就是藉由玩家的UserId 來取得Player的Object 這個函式呢 我平常比較少用到 畢竟一個UserId 是被放在Player的Object裡面的 這就代表 你可能要有一個TestBus之類的 讓玩家自行填入某個UserId 來使用這個函式 最後呢 我就要提到Players的Event事件 這裡的Event其實都非常的相似 例如PlayerEdit和PlayerConnecting 一個是在偵測玩家加入遊戲 一個是在偵測玩家連線到這個伺服器 有偵測加入 當然也有偵測離開 例如PlayerRemoving 還有PlayerDisconnecting 其實就是在偵測玩家離開遊戲 還有玩家斷開和伺服器的連線 當然Roblox的API裡面有提到說 PlayerConnecting 和PlayerDisconnecting 比較不常被使用 Roblox呢 還是建議你使用PlayerEdit 還有PlayerRemoving 關於PlayerEdit的使用方式 我們在上一集影片中也已經有使用過了 這裡我就不再提起 這邊呢就稍微介紹一下 PlayerChatted這個Event 這個Event會偵測玩家在聊天室裡 打出來的文字 這很適合讓你用來製作指令的系統 在這個Event裡面會取得四個函式 第一個呢是聊天室的類型 它一共有三種類型 第一個呢是公共頻道的O 也就是會顯示給所有玩家看到的 第二個呢是團隊頻道的Tim 第三個呢是密語的Whisper 第二個參數呢就會取得這個訊息是誰 也就是哪一個Player發出來的 第三個參數呢也就是訊息的內容Message 最後第四個參數呢是如果這個聊天類型 是Whisper也就是密語的話 這個參數呢會取得這個密語 是傳給哪一個Player的 我猜應該也有很多人想要製作一個 聊天室的指令系統 不過這會是另外一部影片的長度 如果你真的很想看到的話 希望你現在馬上幫這部影片按讚 同樣的如果這部影片有辦法突破100個喜歡 我就會製作一部實作指令系統的影片出來 其實Player和Player還有很多的屬性 函式還有事件可以使用 我這部影片中也只是稍微提到了一點點 相信你看完這部影片之後 你應該會知道Player這個object 是有多麼的好用 我認為如果你正在製作的系統 會有操縱或改變玩家的某些行動 那你往怎麼取得Player這個object這個方向去想 你肯定就有辦法實現你的功能 如果你有任何問題的話 也歡迎你在Discord 或者是影片下方留言告訴我 別忘了幫這部影片按讚訂閱加分享 開點小鈴鐺就再也不會錯過我最新上傳的影片囉 那麼這裡是克拉克 我們下部影片見啦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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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請教堂 абсолютно